大家好,我是西雅图姐姐 今天我们来谈一下土豆的种植方法 很多朋友们可能不知道 土豆它也是一次种植多年生长的植物 我今年呢就收获了两次土豆 我六月份收获的土豆就是几年以前种的 今天拔一下看看土豆长到没 几个小的一个大的 这个大的还是蛮漂亮的 这个土豆呢都是每年自己长出来的 我曾经有一年种过一次 就是把家里的剩的土豆吃不完的 我就直接给它埋在地里了 哇,这个也长出来了 结果后来呢就是 每年好像都是没有挖干净 然后它就自动长 所以这不是我专门种的 就说种土豆呢实际上很简单 你喜欢什么样的土豆 你就在超市买了 然后种在土里面 春天种哦 它六月份就会 就会长,就会成熟 或者是它有些是早熟 有些是晚熟的 你看我这是 因为它自动长的 我都没管它 所以能长出这么多也是不错的 哇,这还有一个大的 所以我今年就发现了 它长出土豆 土豆腰了 我就没管它 你看这个就没有 我也没施肥 也没故意浇水干嘛 就随它长 结果还 还结了几颗土豆 因为土豆呢 它比较占地方 所以我每年呢 有一点懒得种它 我现在占太多地了 不过一看到这个新鲜土豆 我就有一点 又有点 有这个欲望 明年还是要种土豆了 所以六月份正好 现在是六月 十八号啊 今天 家里不小心有几颗土豆 又长芽了 那我呢 就把它们种上 土豆呢 就直接用土豆种 就可以了 今天呢 那七月十一号 应该还有充分的时间 让它生长 所以我今天呢 就把它种一下 我就在这 这块里面 再铺点土 把土豆种进来 充分利用我的空间 七月份 种的土豆 今天呢 八月十九号 西雅图这边 就是冬天温度 比较温和 可是呢 它也冷得快啊 就是不像 美中地区那么热 所以你看 这有一些土豆 已经出来了 小土豆啊 因为最近温度很冷啊 我估计它也不会 长很大了 所以可以挖一些出来 比较小 因为这个地方 在后面啊 太阳也很少 然后最近温度也不高 因为土豆还没有完全长大 我就让它再长几天 今天十月五号 我这个是七月份 把几个发芽的土豆 埋在里面 七月中旬的样子啊 结果你看 有些土豆还可以 有些比较小 可是呢 也有一些 长得不错的 很像样子的土豆了 所以这个七月份 种土豆还是可以的 我这块地呢 就是缺乏阳光 如果要是阳光充足的话 应该长得更好 我只是因为这块有一点空 我就把它种进来 没有什么好好计划 所以明年呢 就知道 七月份种土豆是可以的 所以一年 我今年一年收了两次土豆 就是产量不是很高 因为我每次都是 几个发芽土豆 把它埋进来的 随便埋的 下次呢 就知道要种在 那个阳光更好的地方 因为我不是特别肯定 我这个土豆能不能长 就它真的长了 开心哦 还是挺让我满意的 还有一个小的 喜欢我的视频就订阅点赞吧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